不想吃到满嘴沙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蜆 其实生长环境里面是海水里面 盐分量都颇高 还有很多沙和泥 我们要令到我们的套沙出来 最主要就是令到它的环境不舒服 通常如果我们拿到的蜆 例如放在清水里面 它的水里面由于是没有盐分 是清水会死的很快 所以某场单要去套沙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 令到它撞上了一个不舒服的环境 但又不会令它死 然后温度里面也不妨做到15至16度之间 即十几度的温度低温环境 由于低温环境又有少少盐分 那环境对它来说 它又不会死 但又不舒服 结果它又要继续生存 所以它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套出大量沙 也在做过的测试里面 例如放在1.5%的盐水 3%的盐水里面 放在低盐分的盐水里面 去套沙的情况会好一点 其实无论有没有效果也好 其实这个我们绝对不建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铁粉呢 其实某情况下这些都是我们不想要的一些金属性的污染物 那你说吐得完还是吐不完 还是不觉意入到我们的铁肉里面 其实这个都不理想的 但今晚就想炒个蛤蜊来吃 来不及吐沙怎么办 吐沙跳蜜市就宁愿买一些好一点的铁 坊间是真的有很多说 什么放匙羹啊 放什么去吐沙 你问我 吐沙 常常都没意思的 一万都吐不完 它的吐有沙 是不是真的一万叶就可以吐出来 都不是的 你街市买回来 我想一万叶 你明天已经死掉了 我建议就宁愿买一些好一点的铁 知道那只铁是没沙的 就稳妥一点 明白了 师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